所以一瓦一焦二秒 所以剛剛講的是平均功率 一般我們在電氣或什麼的標示 是所謂的順時的機械功率 所以什麼叫順時呢? 就是Limit ΔT-0就這麼簡單 所以DWT 我們常見的標示就是順時功率 所以這個順時功率會影響電氣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電氣可能會有所謂突破 那突破就是 也許它做的功不是很大 可是它的體積很小 就會讓我們整個什麼? 順時的功率變得超大 就會把電氣燒掉了 所以這邊要小心 好,所以我們來看看 再由這個順時功率的這樣一個東西 它告訴你什麼事情? 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假設我們把這個DW 把它展開來 DW是什麼? DW就是F-S 對不對? 假設我們這個力是一個恆定的話 也不一定恆定 所以我的DW 就可以寫成我以某一個力去推動某一段距離 對不對? DW的F-S 那如果把這個DW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位移除上時間會給你什麼? 速度 速度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式子是什麼? 這個式子是F-S放在上面 然後呢下面再處理到你的頂T 所以呢 這個東西相當於什麼? F去乘上DW-T 那這是什麼? 這不就F-V嗎? 對不對? 所以功率是什麼東西? 功率換一個角度來說 是我今天對一個物體去推它 去推它 那把這個能量透過F去DW 我去推它 造成它什麼? 速度的變化 對不對? 那這樣子F去推它造成它速度的變化 這個過程呢 就是把能量傳到物體的效率 就是功率 或者是怎麼樣? 把能量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的效率 比如說 丟到物體上 它就從這個未能變成動能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功率 它隱含這個能量傳輸 或是轉變效率的一個意義 所以我們P也可以寫成MV 好,這個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當然齁 有很多學員可能 另外補充一點齁 有很多學員 也很喜歡這個 看這種什麼相對論 看這種什麼加速超光速的行為 這個事情也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當然這是線性的 當你速度到很高的時候 速度的疊加不是線性相加 但它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當你速度很接近光速的時候 功率就是我把東西丟給它 你要推進一個物體的時候 對不對? 要讓它速度 比如它現在速度是99的光速 對不對? 你要把它變成99.1的時候 你會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你會遇到的困難就是 我要給它速度 是不是速度要比你快 才能給你速度 至少相等 對不對? 但是呢 不要忘記到時候 相對論這邊的速度 不是直接 這個V1加V2的V3 不是 它是開更號相加 平方相加的 好 所以我要給你這個能量 給你這個功率 推進你的時候 我速度要追上你 才能去推進你 可是呢 你要越接近光速的時候 你自己要增加速度 越來越能量透過這種行事 丟給你 對不對? 所以當你越接近光速的時候 越來越難 怎麼樣? 越來越能量丟給你 有點像什麼? 你不是剛剛跑完大隊接力嗎? 對不對? 那個要接棒的起跑的人 突然跑得超快的 對不對? 那好像不是在搞你嗎? 對不對? 我已經跑了很累 你們現在大隊接一個人 要跑多長? 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跑200 我已經跑了200 已經快累死了 結果你起跑 結果100米的速度在跑 我要去追上你 對不對? 我一直追不上你 一直沒辦法把能量給你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一般物質 為什麼到不了光速 因為你越接近光速 你越難把能量給人家 對不對? 因為它跑太快了 你要用全力跑 還跑不上 跑上了 你也只能給它一點點的能量 類似這樣子 所以這個功率 會告訴你說 當然這個現在不是相對論性的公式 但是它告訴你說 你越接近光速 越難給人家那個能量 去增加它的速度 好 所以那個角度 我們可以寫P 等於第一 那這個E 就是我們的能量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 那在三維中 三維中 這個功與能量 有什麼樣的形式 其實跟一維很像 那在三維中 我們要考慮的是什麼 我們考慮這個力 假設在三維中 它的量值或者是方向 都會發生改變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力型的 Fr 這樣的一個形式 或者是說 我們用f的xyz 這種形式來表示 Fr就是用類似 這個球坐標的形式 那xyz就是直角坐標 那所以呢 無限小的位移 Ds的做工 可以寫Dw的fDs 或者是怎麼樣子呢 沒有 或者是我的w可以寫什麼 f.s 這ds的時候 就寫F cos 這就是把我們剛剛的東西 把推廣出來 推廣到三維去 那如果你用這個 這個直角坐標的分量 來表示的話 我的f在這裡頭 是Fx i 加Fy j 加Fzk 那'deta s呢 可以寫Ds i 加Dy j 加Dzk 那這個公式如果你現在是在一般的這個球坐標 你可以寫fcos-s 那隻腳坐標就會寫三個下 變成什麼呢?fs-s加fy-y加fz-z 那你們學過這個分量表示法嗎? 有嗎?對不對? 所以f去dote這個的外界 內界我們有講過對不對? 只有i跟i會有值嗎?對不對? i跟j就不會有值 i跟k也不會有值 i跟k也不會有值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的內積就會變成fs-s加fy-y加fz-z 就去積這三個分量就可以了 好,這是三圍系統下的這個公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OK 所以基本上這樣的一個公式其實告訴你什麼呀? 告訴你說今天我這個沿著這樣的一個做工 在三個空間中一條路徑的這個做工 那它的這樣一個做工其實有點像怎麼樣? 有點像是跟著它的這個移動的這個路徑去推這個物體 所以這樣的一個推物體的這個情況在積分裡頭 要稱之為什麼? 稱之為路徑積分或者是線積分 就是說 應該有圖啦 以這張圖來看好了 以這張圖來說我現在從A點走到B點 假設重力去做工的話呢 我去計算的時候是算什麼東西? 每一點 每一點 重力在這路徑上每一點它所做的工 那它所做的工呢 是沿著這條路徑去走 所以它會叫做所謂的past integral 所謂的路徑積分 或者是line integral 線積分 就是沿著某一條線去做積分 意思是這樣子 好 那當然這裡課本舉了兩個例子啦 一個是A點到B點 就是從上到下 對不對? 我們去看重力做工 另外一點呢 這A點到B點 是從下到上去做工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分析 好 今天假設我們把它分成分量 三個分量的話 那從A點走到B點 這樣的一個線積分 我們要考慮的是什麼呢? 不要忘記喔 我們這個做工 做工的這個力的方向 要跟你的路徑方向 一樣它才有貢線嘛 垂直就沒有貢線嘛 對不對? 所以以這張圖來說 假設往這個 朝上叫Y 然後朝右叫X的話 X分量對你的重力做工 是沒有貢線的 對不對? 因為重力的方向是垂直 當然假設還有Z方向 Z方向也是跟重力的方向怎樣? 垂直嘛 所以也不做工 所以我們剛剛的路徑積分 這樣路徑的這個積分 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看重力的F 可以寫FYJ 對不對? 它沒有其他分量 那FY每負MGJ 好 那我們的路徑呢 我們的路徑F去DOT比S 那剛剛講的 比S等於什麼? 這樣寫在這邊好了 還是要寫一下比較清楚 好 我們的FG 我們清楚的寫一下 好 等於0I 減掉MGJ 加上0K 對不對? 因為它只有什麼? 這方向 那我的DX 等於 DX DXI 加上DYJ 加上DZK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重力所做的工 WG 重力所做的工 是等於FG 去DOT比S 對不對? 就等於 它有寫上下線嗎? 有嗎? A到B 所以就等於積分 由A到B 這兩個去內積對不對? 只有這項 這項 這項有值 其他交叉項都沒有值 對不對? 所以這樣乘起來的話 變成怎麼樣? I也沒有值 K也沒有值 所以變成什麼? -MG 然後DY 對不對? 就剩下這樣子而已了 現在就沒有了 好 那-MG DY其實是什麼樣子? 基本你們不熟嘛 對不對? 事實上它等於相當於什麼? MG Y的0次方 對不對? Y0次方是多少? 1嘛 對不對? 事實上MG的Y0次方比Y 相當於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那Y的0次方就變成什麼? -MG我放在上面好不好? 算了 很清楚的寫好了 不要偷懶 -MG 然後呢 E加上 把0拿下來的1加0分之1 對不對? Y的0加1 然後呢 由A點 G到B點 對不對? 所以等於什麼呢? -MG Y 然後呢 由 A G到B 或者是 等於 - 因為是B MG的YB 解掉MG的YA 對不對? 可是它前面有個負號 所以反過來變成什麼? MG的YA 解掉MG的YB 所以這是因為負號把它導過來喔 對吧? 負號把它導過來 好 這裡有沒有問題? 那當然以這個路徑你知道啦 這就是我們以前的MGH 只是我們把它寫成這個幾分的形式 對不對? 這樣子你們就可以跟高中生騙錢了 對不對? 高中就寫MGH嘛 對不對? 你要說 我教你更厲害了一點就寫這個形式 對不對?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嘛 對不對? 因為你們變大學生了嘛 對不對? 騙人的技巧要進步啊 用一些看不懂的符號 是不是? 就可以騙人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個 由這張圖告訴你 如果我們這樣計算的話 由A走到B 然後A比較高 B比較低 對不對? 這樣子走 我們的重力做的功是什麼? 是正功嘛 因為YA大於YB 那M跟G都大於0 所以 A-B YA-YB就是正值 所以 由A到B是做正功 那反過來呢 反過來我們上次講 我們剛剛有講到 如果你積分的上下線對換 會查個符號對不對? 所以由下到上 他就做了正功 正的功 好 第七章就上完了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這個 第七章的部分 其實你們都學過了 好